俄罗斯又阅兵了。今年是俄罗斯魏国战争胜利74周年。 5月9日,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,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。 魏国战争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苏德战场。 由1941年6月22日,纳粹德军突然对苏联发动攻击开始。 1945年5月8日,德国在柏林无条件向苏联投降而结束。 当时德国的投降书,于1945年5月9日临时生效。 所以5月9日被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,称为魏国战争胜利日。 为了庆祝这一纪念日,按照惯例, 俄罗斯基本上每年这个时候,都会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仪式。 其他城市也会举行一些纪念活动。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,因每个人喜好不同,关注点也不同。 有喜欢看阅兵方阵的,有喜欢看阅兵场上女兵的,也有喜欢看授月装备的。 但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俄罗斯另外一个纪念活动不朽军团游行活动。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活动。 什么是不朽军团游行活动? 不朽军团游行活动,是一个国际性社会运动。 旨在纪念曾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的人士。 除俄罗斯之外,像乌克兰、哈萨克等国也会举行。 在红场阅兵仪式结束后, 人们会手持参加过卫国战争的亲属照片, 在俄罗斯各个城市游行。 以此来纪念卫国牺牲的英雄们。 对当时的苏联来说, 虽然为国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, 但付出的代价也非常巨大。 据统计在二战时期, 苏联人口约1.9亿。 在战争中军民伤亡人数约2700万, 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对德战争中牺牲的。 所以,不朽军团游行活动开始后, 会有很多人参加。 普京也曾多次手持其父亲的照片参加。 这起活动起源于一个令人感动的事迹。 在2011年5月9日举行的庆祝活动后, 一位苏联老兵独自一人坐在公园的长凳上一整天。 这一幕被记者拍摄了下来。 后来了解到, 原来每年这位老兵都会和战友在这里相聚。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 很多老兵都离开了人世。 最终在2011年, 只剩下这位老兵独自一人。 俄罗斯人深受启发。 于是从2012年5月9日这一天开始, 大家分分手持亲属的照片, 参加游行活动。 不朽军团由此而来。 后来, 不朽军团的游行活动, 点燃了俄罗斯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。 从2013年后, 每年都有很多人参与。 这种缅怀先烈, 纪念国家英雄的方式, 也是一种特殊的爱国主义教育。 对儿童和青少年, 都影响很深。 爱国主义教育, 必须从小抓起。 不是一句空话。 这不仅需要国家在教育上的引导, 更需要每一位家长 为孩子做出表率。